有朋友看到這房間說 這外面也太亂了吧 學學人家的極簡生活 真的是這樣嗎 那我們來細細觀察 來 這是一台電腦 這個很明顯是冰箱 賴以為勝的大床 吃飯的桌子 跟碗筷 最後是分好類的垃圾 有沒有發現奇怪的東西 其實這個房間 放的都是生活Bitch屏 並沒有什麼娛樂收藏 就連電腦也是生存工具 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可以剔除掉的 如果你還想要極簡 就只有兩個辦法 第一個 把東西向外推 就像這樣 把掃地用具往外擺 欸 空間是不是空出來了 你看這是洗衣機 堆在樓頂 自然房間也空空盪盪的啦 另一個極簡的辦法 那就是 一切動手做 衣服用手洗 地板用手擦 東西水買水吃 那就可以省掉冰箱洗衣機 吸塵器點電器 聽起來很合理 但細想就很奇怪啊 你說東西都往外推 代表你有其他空間 可以分成電腦室 睡眠室 儲藏間 掃具間 也就是說 他必須要是有錢人 而方法二勒 各位朋友 選擇什麼都自己動手做的 更有錢啊 把衣服掉進洗衣機 40分鐘就可以洗完 但如果用手洗 你可能要花兩個小時 才能做完 真的很閒 才能搞這東西 再加上其他家務 掃地 擦桌子 整整半天 都在做架式 所以根本是 真正的超級有情人 可能有朋友很疑惑 那我看到的影片是什麼 人家房間明明這麼乾淨 各位朋友 那個叫做實境秀 讓你欣賞 讓你喜歡 看得舒服 特地設計出來場餘 所以才會乾淨 漂亮 簡潔 但實際做起來啊 根本就不是這樣子 我請一個最簡單的一隻 吃的 馬上演練給你看 走喔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好極簡模式 桌子變形 變形金剛 筷子 醬料開啟 完美加料 沖天醬醬 天啊怎麼硬棒棒 只有麵條 夠極簡了吧 麵條彈彈 湯汁香香 冰冰滑滑好舒服喔 他很簡單 可是 味道就是很稀稀喔 補充優質蛋白質 全體乳蛋 好吃啊 吃完變這樣啊 用水洗乾淨 減少肉質量 要把它減壞 有沒有減少空間了 來桌子給他擦一擦來 沒吃完的乳蛋 用夾人蛋夾起來 桌子給移回去 地上濕濕的 脫下 翻鏡 吃個連面都這麼麻煩 啊怎麼極簡 要嘛就完全外食 要嘛就自己動手做 減少垃圾 但不管是哪個選項 都是有權人在選的 所以結論就是 極簡生活 是有權人在做的 啊窮人 只能極限生存 對 你 東西